我是一只猫 被吵了那东西就是狗 狗一点距离感都没有 总是没完没了的团来烦了 也是 我想办法 让它永远消失 终于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 狗一直没回来 可不知为何 我却高兴不起来 仿佛把重要的东西丢了 真讨厌 还是把那个家伙找回来 真是的 那口袋去哪了 小猫咪 你一个人呢 这么好看的猫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这狗这样东西果然会讨厌 妈妈 这次我们网课讨厌出来了 那有多少分 五十九分 又没齐的 别酿了 不是不是妈妈 这次试卷的卷面总共分数才 啊 一百五 你还好意思说 这四季本身就很难 整个班级的最高分才 一百五 你不是瞎子疯 老妈妈 你怎么不问上最低分呢 高爽 五十九 哎不是 妈妈 你怎么不问我 是不是动你太心呢 动我干嘛 我没动你 啊 你在独中生有 暗度成仓 你不想要全部捏到 主人假装晕倒 猫咪会怎么做呢 我们看看阿富邦克在干嘛 快又去 你不能再一次 咳咳 你们俩是不是收敛一点 抓不上我啊 哎呀 肚子好疼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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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哥来了 这么没白费我一把 冒失的把猫娘把他养带 你犹豫啥 快下来呀 地上好凉啊 老话说话没错啊 猫果然是白养了 哎呀 看哥来了 算你有点良性 阿富邑 哎呀 一大早也让不让睡了 难怪 上雨了 玩了玩了玩 手把还在阳台 行了行了 对不起 全网朋友最多的猫来了 哦 我好像没有朋友 哎呦 好了好了好了 阿虎你别哭了 别哭了 虽然你没有朋友 但你还有老公啊 有两只猫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说了疯 2018年3月16日 蚕食官决定找着狗猫给我做男朋友 2018年3月18号早上 我终于见到了他 他在发出危险 他这胖哥 很是帅气 但他的胆子特别小 表情看上去也怂怂的 所以我每天最大的乐趣 就是欺负他 但我吃饭的时候 他如果试图靠近 我会毫不犹豫地比他一样的 睡觉的时候 我会敢把脚放我身上 我会哭哭 相当 只要我开心 我可以可以忍心不了 但直到有一天 家里的鸡毛狗子想要欺负我 而他就毫不犹豫到中了上去 所以我们均入爱河 也有了自己的宝宝 人们常说喜欢一个人就会对他无限包容 也会为他拼尽全力 这大概就是爱情吧 把一只猫养大是什么感觉 2017年7月22日 我坐飞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 遇到我的城市官 那时候的我长得很丑 全身都是猫险 城市官说 他一直以为我是只公猫 但随着我慢慢长大 2017年10月20日 他终于发现我其实是个女孩 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相爱 我们来咯 出发咯 我陪他一起自驾旅游 陪他一起工作 在他疲惫的时候 给他做个SPA 二零八年3月20日 城市官给我找了个男朋友 他在发出威胁 他很瘦 你看就是个怕老婆的人 我很喜欢他 若果说 打是亲 骂是爱 2019年2月12号 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宝宝 我始终相信 妈妈人还离我们相遇 祝个老婆就行 你有没有 在你身上 聖sınız